往年流行的颜色都会受到大家的极力吐槽 但是今年流行的这个颜色应该没有人吐槽了吧 今年流行的颜色是红色 而且这个红色有一个特别洋气的名字叫安格拉红 市场开始大批荡的上行到现在有差不多20天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但这个红色目前吐槽这个颜色的话 暂时是没有看到什么负面的一个消息的 去年流行的是一个美拉德色系 那个颜色因为它偏那个卡其嘛 而且它有点深 去年吐槽是最多的那个颜色 T恤是稍微厚一点的 这一组是红色系 这个套装是有这种折皱的 就比较能折肉 还有这个风衣也还不行吧 这个是灰色的一个套装 这个面料比较柔 还有这个马甲 每年都会有一个流行色 这个红色即使说不流行 但是每到过年的时候 这个颜色走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到过年大家都要穿的 氛围感强一点的 比较稀气一点的 这这么多批发市场 装修风格最好看的就是APM这边 它这边又宽装起来的话 这个灯光还有其他的话 是非常的高档的 这一组的话也很不错 这些主要是以这种韩版的为主 喇叭库今年也是蛮流行的 现在有很多灯口是空的 YAM的二楼是做韩国元丹 二楼现在反倒空置率没有这么高 而且它上面二楼设置的挺多凳子的 可以在那边坐一下 红色搭配黑色造青色 还有白色的裤子特别好看 所以现在这三个颜色的裤子 卖得很好 现在的装修风格比较流行这种木的 我们戴着这个衬衫挺职业的 这个批发市场里面逛 空气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又比较宽 又不用挤 还有就是外面太阳也是晒不到的 下雨的话也不用担心 所以来这边逛是特别舒服的 如果你逛累的话 还可以找个地方坐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话 是有这些凳子是可以坐的 极简风会比较多一点 主要偏向这种简单的基础的 所以今年的衣服大部分都是比较适合 人的身材比例的 虽然说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很复杂的那种设计 但是上层效果真的不错 现在还有一些清仓 我们下层几次 flavor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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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